小丽和丈夫小枫已经结婚十年了,虽然二人是夫妻,但是任凭谁了解过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后,都觉得他们只不过是搭伙生活罢了。 因为啊,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是DA制,一切都要平等地均分才肯罢休。 结婚的原因有很多,比如情感,两个人两情相悦,三观合适,个人生理,个人心理的需要。 而小丽和小枫则是仅仅因为需要找个伴,小丽和丈夫是在婚夫妻。 小丽曾经结过一次婚,但是刚结婚没两年,她的前任丈夫就由于疾病去世了。 小丽便被母亲嫁给了小枫,她在结婚之前就听说过小枫,其实小枫模样也还算端正,家里条件也可以,但是一直没有结婚。 因为她谈得每个女朋友都忍受不了她的一个习惯,她太小气了,请吃一顿饭也要跌制。 但是呢,小丽已经结过一次婚了,再找对象也不好找了,小枫条件也还不错。 小丽母亲找媒婆商量的时候,就和媒婆一胎集合定下来了这个女婿。 小丽很欣然地接受地接受了小丽,小丽对于找伴侣其实没有什么要求,能过得下去日子就行。 小丽也没有怨言,她知道她毕竟是二婚,也不好嫁,能有个这样条件不错的丈夫已经不错了。 至于那个小缺点,她心想那是和女朋友之间的,说不定结了婚,成为了自己人,就不一样了吗? 但事实上,这只是小丽的一个麻痹自己的幻想,结婚的当天晚上,小丽就傻了眼。 小枫竟然直接拿出来了一个文件,里面的内容诸如,婚后自己赚的钱自己花,家庭的日常开箱两人分摊。 轮流做饭,轮流做家务,当对方做家务时,若提出让自己帮忙,是不允许的。 各自的物品各自使用,若想用到对方的物品,需要提出借用请求,对方同意后才能使用。 小丽当场就懵了,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? 小丽便询问小枫这是想干嘛,小枫理所当然地说道,以后我们家就实行理智。 小丽虽然不理解,而且有些抵触,但她已经嫁过来了,嫁机随机,嫁狗随狗,她也无能为力,只好答应了下来。 刚开始,小丽很不适应,她经历过一段婚姻,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样的相处方式。 在上一段婚姻中,她和她的丈夫虽没有恩爱非常,但也琴瑟和鸣,两人日子过得也算美满,若不是非来横祸,急定带走了她,兴许他们两人也会一直幸福下去。 她想过,并且也知道这第二段婚姻可能不会和第一段婚姻一样那般美好,但她想两个人相敬如宾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 当然,她更是明白已经嫁过来了,也就不要,也不能再想第一段婚姻的事情了,她也得试着去接受现在的丈夫,试着去包容她爱她。 但是,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,倒也不是她的现任丈夫小丰对她不好,小丰性格,人品也还不错,说话也算温柔,平常也不会使唤她什么的, 可是她们这婚姻属实令她觉得太不对劲,分得太轻了,这样子的预约,她们双方是可以得到自己收入的相对的支配自由。 两人在物质上是相互占不到对方的便宜的,但她们不像是夫妻,更像是合租室友。 小丽觉得这样有些过于冷漠了,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,不过小丽也不能改变什么,只尽力遵守,只求不要生什么事端罢了。 刚开始时,当轮到小丰做饭的时候,小丽还是觉得自己干等着,是不是有些不太好,有些过意不去,她想着去帮下小丰,做个饭而已,打个下手总行吧。 于是,她就先包好了算,只等小丰开始,结果小丰看到了她包的算,不但没有觉得太贴心,反而指责小丽多管闲事。 她会气愤地说,你干什么多管闲事,管好你自己的部分就好,你这样是想让我下次再帮你包算,用来作为这次你对我付出的补偿啊。 小丽很不理解,银银只是包个算打打下手而已,至于这样吗? 但是小丰态度很坚决,小丽也就没说什么了。 之后,她们各干各的事情,自己工作挣的钱自己花,小丽挣的钱不算多,但也够花了,直到小丽怀孕要生孩子了。 小丽怀孕生孩子,便向公司提出了休假,休产假没有工资,而且小丽休产假需要补身体,这需要大量的开支,小丽的工资存款本就不多,现在又需要花费这么多,是支撑不起的。 小丽无可奈何去跟小丰商量,小丰却说,可以让你用,但是以后要还我。 小丽震惊无比,她难以置信地说,我们是夫妻,我怀的是你的孩子,就算不为咱们是夫妻,为了你的孩子,你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? 小丰却说,是我的孩子没错,但也是你的孩子,所以咱们还是劣质,我可以承担一半的费用, 但也只能是一半,你现在没有工资,所以暂时全部的费用由我承担,不过以后你还是得还给我。 小丽心灰意冷,但现在她只想先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,她只好答应,但是小丽这次已经对小丰彻底失望了。 生下孩子后,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,给孩子买什么东西,婴儿床,玩具,奶粉都是理智,一人承担一半的钱,甚至照顾孩子也要平均分配时间,小丽渐渐麻木了。 后来,小丽也不再想为什么要分得这么清楚,她也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,她不管丈夫想如何,她反正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,这是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自然心疼。 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,今年疫情席卷了她的城市,她的丈夫扬了,于是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,没想到回到娘家的第二天,丈夫小丰一个电话打了过来,要求她回去照顾自己。 小丽冷笑,抱歉了,我要去打牌了,没工夫照顾你。 小丰,我们不是夫妻吗?我现在很难受,发着高烧,你不应该来照顾我吗? 小丽也被气到,你现在知道我们是夫妻了,当初什么都要A制的时候,你怎么就没想到我是你的妻子呢? 我凭什么照顾你?我们是A制,所以,你还是自己照顾你自己的。 倘若夫妻之间,事事都要分清楚,大到家用电器的费用,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,这样相处下去,两个人就不应该叫夫妻,而应该叫做合租室友了。 这样的A制对于婚姻的危害很大,一,分得太轻很容易产生家庭纠纷。 女人10月怀胎生孩子,产后照顾孩子,期间会产生一系列费用,尤其是这段时间女性是不能工作的,所以光依靠女人是不能负担得起这些费用的。 男女的生理结构不同,男性没有这方面的烦恼,所以如果不论男女之间的不同,要事事都分清,是必然会产生纠纷的。 而且,夫妻之间就算不能相敬如鞭,也应该像一对夫妻,婚姻需要双方共同维护,如果一味在意自己的利益,计较自己与对方付出的多少,便会得不偿失。 二,A制婚姻会造成双方越来越冷漠,婚姻本就不应该充斥着利益关系,如果真的自诸必较,事事都分清,是会伤到两人之间的感情的。 无论在深厚的感情经过如此不留情念,仔细地计算也会产生裂痕,更别说本来就不深厚的感情了。 这样的相处方式只会让人越来越冷漠。 对对方失去信心,家庭的幸福美满,需要夫妻两个人共同努力,互相帮衬。 只有双方都互相为对方着想,才有可能乐意一起生活下去,不再充满计较,不再计算利益得失,夫妻就应该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与未来,这样才能收获幸福的婚姻。 养 Dios,何物担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